美國川普政府為限制中共政權和中國企業獲取美國技術 近期將5家中國科技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實體名單 其中包括中國超級計算機公司 曙光信息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中科曙光 而這家公司與前中共黨魁江澤民的家族有名 美國總統川普針對中共政權再次出招 4家參與超級計算機軍事應用的中國企業和一間政府擁有的研究所 被列入美國國家安全出口管制的實體名單 美國商務部宣布 對這些公司的管制自6月24號開始生效 被列入管制的中企分別是中科曙光、天津海光、成都海光集成電路 成都海光微電子技術和無錫江南計算技術研究所 美國商務部表示 這些公司構成了重大風險 運用科技公司的面目來出現 但實際上很多技術都有重要的軍事用途 比如模擬核爆炸來對新型核彈進行這種準確的評估等等 再比如那個無錫江南計算機技術研究所 它其實實際上就是由中共軍方總參謀部 第56研究所所擁有的 依照美國的規定 美國企業不得在未經美國政府批准下 向實體清單中的企業銷售美國科技產品 一旦中國的這些高科技公司被列入了 美國的實體管制的這些名單之後 它很多關鍵的技術和關鍵的部件可能得不到 對這些公司的產品有致命的打擊 就很多公司因此而大幅度的減產 甚至也很可能導致它的關停 美國商務部先前已經將中國電信公司 華為和它分佈20餘國的68家相關企業 列入出口管制清單 江澤民當政的1993年 曙光一號計算機研發成功 隨後 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 成立了北京市曙光計算機公司 據瞭解 中科曙光最大的股東 是中科院計算所下屬的 北京中科算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這家公司的主要技術來源也是中科院計算所 它作為國有上市公司 專為中共政府以及大型科技公司提供服務 這個研究所 而江澤民長子江綿恆 他在擔任中科院副院長期間 和這家研究所就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江澤民長子江綿恆對中科曙光相當關注 他在1999年至2011年間 任中科院副院長期間 多次前往曙光掛靠的中科院計算所視察 並擔任中科院超級計算機專家委員會顧問 2006年12月 江澤民就把剛成立的中科曙光 確立為計算機技術體系的領軍企業 曙光隨後不斷收到中共政權大量的研究經費 中科曙光對外披露的財務報表顯示 僅2018年公司就收到政府補助2.2億元 和國家課題經費677萬元 今年直到目前為止 曙光已收到1.4億元政府補助 和1.8億元國家課題經費 評論認為美國對中科曙光的制裁 對江澤民派系所掌控的網絡防火牆工程 以及上下有產業將造成嚴重的影響